1個就說和所謂的前經理人 朱國子祺 馬面解約 今年的8月5日 我已經向我經理人 朱國子祺小姐發出了律師信 單方面提出終止我們的合作關係 1個就發聲明說莊端儀 單方面提出解除經理人合約 公司就從未接納 期間莊端儀還說 有人想她做些超越自己底線的事 是甚麼呢?好好奇呢? 話過大家知道 有傳媒說原來莊端儀的前經理人公司 即是朱國子祺做老闆那間星 透過娛樂文化 想莊端儀接拍由王中堯執導的作家的方言 但起中有眾愛和口交的場面 莊端儀認為電影的內容赤道 超越了自己的宗教底線 所以她拍 有消息指聲韜想著她不做第一女主角 都做第二女主角 一個主婦的角色 但莊端儀就以同一個理由拒絕 亦都沒有副經理人公司 自己的底線去到哪裡? 我們有找過王中堯的 她都說想不到這件事搞到這麼大 我以為這件事原來 這麼大件事有關 所以就是尊重她 她公司也沒有再逼她 我們有她做Cast其他人 莊端儀昨日接受我們訪問 說王中堯沒有再找她 但反而經理人不斷要她給原因 剛開始我看到劇本 是有性愛和口交的場面 我是推了 然後她要我再給原因她 我再給原因的時候 我就說 其實我是一個宗教 是 看來這宗恩怨 有段時間都未發解了